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装我弹弓吗 袁哥 我们两个到底谁装哪个弹弓啊 余明远停了一下 伸手指了苏天玉 唉 我本来打算等公司稳定一下再跟你谈 但是你这个臭小子 真是太没耐心了 哎呀 不是我没耐心啊 是你搞得我没底子啊 我还一度以为你想擒我呢 哈哈哈哈 你这个体格放不下我的枪 那到底因为什么啊 你跟我说一声啊 这样我才可以更好地帮你效力的嘛 余明远捧起茶杯 订了半天才说 其实呢 我叫你做总经理助理 真是看中了你的能力的 哎呀 收皮啦 你不要水我啦 我在这里天天就是喝茶睡觉 可以体现出什么能力啊 啊 我们直接谈做事的事啦 余明远看着苏天玉 突然间摸开自己办公室的柜桶 从里面拿出了两盒香烟 啊 认不认得啊 识啊 大狗香烟嘛 以前狗区的老牌子来啊 怎样啊 你知不知道这些烟 在龙城买多少钱一盒啊 啊 好像十一元一盒吧 那他在华区买多少钱 嗯 你知不知道啊 识 那我去哪里知道啊 我从记得也开始就没去过华区的了 他在华区买三个半 苏天玉听到他这么说 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 余明远拿着烟盒 一条超过五十元的烟 进口关税加消费税 定额税 要多交进货价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税额 再加上运输 批发 零售 几层这样剥皮下来啊 最终摆在售卖柜台上面 这个烟的成本 要比在本土贵近三倍啊 苏天玉静静地在那里听着 龙城的民众都以华人为主 我们的很多生活习惯是改变不了的 尤其是烟和酒 我们更喜欢乡下的味道 余明远就很有耐性地继续说了 你都清楚了 海外这边的香烟 多数以混合形为主 而我们习惯吃烤烟的嘛 酒也都一样 这边是以羊酒 红酒 葡萄酒之类的为主 跟我们的口味就不太一样的 苏天玉这阵时 心里面就已经猜到 余明远跟着下来要说句话了 随即他们就立即问了 那口味不同了 自己生产就行了 余明远看着苏天玉 对眼一领 你真的很聪明啊 是啊 你别常常捧我了 龙城的土地规模也不算小啊 自己生产 自给自足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自给自足是没问题 但是税收是问题 余明远一句就怎么提了 不理是在几元年前 还是现在 烟酒的进口税收额都很大 而我们的口味又很东方的 所以这一类贸易 每年产生的税收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我们不说现在 你看看几元年前 哪个烟草的纳税额 不是上万亿的 他都可以跟军费开支打平了 如果你自给自足了 那这一类产品的进口税额 龙城 以及一区就拿不到了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啊 宋天玉一点就透了 哦 我明白了 龙城自己有烟草公司 但是仅限于官方操作 这个大蛋糕 以我们的量级 现在还接触不到的 不过他们也都做得很难 那些产品不行 所以竞争力就很差了 目前龙城的烟酒 都还是以进口为主 余明远说到这里 目光兴奋地看着宋天玉 我有渠道可以入货 你们苏家的壮榜遍布杂南 可以走走滴滴和销售啊 如果你们愿意 货在海上面来 落地就散掉它 你想想 这样会是一个什么前程啊 苏天玉又眨出了一眼 这件事 我二叔不知道顶不顶得信 你先不要急着做判断 余明远低低头 看了眼手表 那你跟我出去一趟 见几个人你就明白了 好啊 大概在半个钟头之后 杂南区一家安静的茶楼里面 余明远坐在主位上等了一会儿 才笑着对苏天玉说 哼 你有个熟人 立刻就来的了 苏天玉就愕了一下 立刻就猜到 来的是谁了 果然 未到十分钟而已 包装道门就推开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 走了进来 这一集就先说到这里 入来的这位仁兄是哪位呢 不用急 继续听下一集就知道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蒙面俠 鬼池播讲的 热血科幻末世都市小说 《凤起龙盛》 第三十三章 《踩雷之忍》 苏天玉我高头 看了门口的年轻 一开嘴就笑了 哼 没几天没见了 孔哥 来的人 只是目睹佬 孔正辉 他对着苏天玉就讹了头 哼 日子过得不错 天玉兄弟 还可以啊 远哥呢 天天带着我山珍海味 夜夜生歌那样 好好地做啦 自小我就看你有前途的了 好有老片碗的知识啦 孔正辉有点冷幽默地 拍了阿天玉的肩膀 胡低身坐在沙发上面 哈哈 好了 你们都懂了 那我就不用介绍了 余明远笑着看向苏天玉 这件事 孔家有一股的 苏天玉慢慢露了头 孔哥可以看得上的生意 肯定不会差的 余明远说话就很干脆的 他拿着茶海上面的茶杯 按照自己的次序摆好就说了 庄邦的公司 都有各自的地域性圈子的 比如长青的福州会 胡尚邦 潮州会 还有你们 苏家的东北邦圈子 其实 这些都是隐形财富 如果可以合作 我们去铺刚刚开始的销售渠道 你们就托钱新的 如果可以在自己的圈子里面 将铺货渠道打开 那么这件事 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吃的了 其实就算余明远不说 苏天玉也都考虑到这一点了 因为按照对方之前的说法 苏家充当的只是运货的脚力 以及协助销售 而这种团队的角色定位 就是最下等的 因为换成任何一个 够胆拌偏門的组织 他都做得 完全就不存在任何技术壁垒 所以余明远可以找上苏家 肯定就是充着其他东西来的 这个就并不难猜了 三个人坐在这里一起喝茶聊天 简单地聊了一下 这宗生意的轮廓之后 就又有一个年轻人走进来了 这个人苏天玉也见过的 他叫唐柏青 大概三十二三岁左右 身材瘦猛猛的 生得都挺帅的 只不过 这个人整天都成父未睡醒的样子 好像身体就不太好 苏天玉的记性就很好 他记得余明远曾经跟他介绍过这个人 对方好像是海警单位的 具体职位当时就没有说到 小嫂 柏青你见过了 苏天玉对着对方的伸手 啊 见过 你好 唐哥 你好 这只手就说了 嘿嘿 你余公子照顾我才是 给我们这些小宫职人员炒坑的机会 好 互相大怯 对吧 对了 柏青的爸爸呢 跟我爸爸的关系也都不错的 苏天玉听到这里 心里面就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是世交礼 之前为什么余明远天天天带着他 做事都挺有将法 而且很有耐心啊 余明远坐在那儿和大家就聊了一会儿 一句又怎样 小嫂啊 回去跟你二叔商量一下这件事吧 你们如果有意思一起做 那我们就开始砌局了 别的我不敢保证一下 但是这单生意风雨无阻地做回几年 你们苏家的腰骨肯定就不同了 袁哥啊 我家里就是个闲人而已 以后也都肯定会报考公职的 这件事我拆不了嘴的 还要看一下二叔的意思 嗯 你回去跟他谈谈吧 好啊 唐柏青素张眼苏天玉 那声还是很虚弱 小兄弟 你又有多想不开啊 去报考公职啊 哎呀 一个处长一个月工资才几千啊 有条无意思吗 你啊 你还是听明远建议啦 一心一意撈片碗呢 以后有钱呢 直接买个官做都行啊 是啊是啊是啊 苏天玉就没跟他拗了 只是额头附和了一声 几个人谈完之后 苏天玉就自己走了 坐车回到家了 晚上五点几钟 苏家成大班人坐在院里面就开火了 苏苗苗一见到苏天玉 立刻就叫了 喂 今天有个很漂亮的妹妹仔来找你啊 啊 苏天玉懵了 行啊你狗仔了 刚刚上班几天而已 已经带女人回家了 哈 你和你二哥真是一个臭臭臉的 是谁来的 好像叫做什么七七啊 那时候很忙啊 我没心装在的 哎呀 不记得了啊 苏天玉这样才想起 自己就答应和安七七收车的事都还没空去做了 啊算了 这两天再找他了 苏天玉问了一句了 哎 最近怎样啊 鹿仔 在公司还适不适应啊 呃 吃饭先啊 等着我和你 还有老爷子 单独聊聊他啊 说完 苏天玉捧起饭碗就拼了 吃完晚饭 苏天玉叫了大哥 以及二叔 一起就去了主楼的偏房 坐在里面就聊起来 苏政才听完狗鹿仔的介绍之后 轻轻皱着眉头 走私啊 考不考得住啊 孔家呢 已经准备做的了 余明远的主要关系我都见过了 啊 我觉得 余家有这个实力去码盘的 上次唱那件事啊 搞到我心里面都还有些阴影啊 苏政才呢 没看他外表大无私样的 说话也都很有草莽的气息 但是实际上呢 他是个内心很势利的人 啊 我们做的是走走滴滴滴的事 也就是说 接货送货都要自己来 那么一旦那些东西 不是挺好摆平的嘛 苏天玉仔细地想了一下 阿叔啊 你的意思是 如果有人先走回转 试下水 那就最好了 苏天玉岳了一下 脱口而出 我们习南区最大的文化人 大伯 可不可以探一下路呢 话口未远 屋里面这三仔爷 眼神都全部对上了 当然可以了 苏政才一拍大比 狗鹿仔 你没有白和个傻子玩啊 白家有入局的本钱啊 背后是潮州会 有天然的销售潜力的 这次余明远没有叫到他们啊 估计他家里还没反应过来呢 他们没有拜门生帖啊 苏天玉立刻就站起来说了 这个好人我一定要做 我去找大白聊 刚才在门口外面 听到众人聊天的苏天白 立刻就走进来 嘴唤唤唤的就说了一句 快点去啦 要不然等傻仔反应过来 那就麻鬼烦的啦 半个钟头之后 在白家的货场里面 大白的邪着对眼 看着苏天玉就问 你和余明远处得更好了吗 小处小处而已 如果你肯做 我拉线搭条 和余明远说一声啊 我有不少朋友在码头的 这一行的确要找到钱 我想做啊 但是我不知道 我爸应不答应 那你乖乖乱回家去问吧 我等你的消息 好吗 等啊 我回家去一趟先 两个人商量完 大白开着自己的大月夜 赶回家了 在白家的书房里面 白老头只看着本书 坐在一张椅上就骂了 你这个人啊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就事啊 你这样就要做的了 我觉得是个机会啊 硬性 好乱乱的搞了 你家里这些家底打电话呢 我就心满意足的了 阿爸 书家是要做的 孔家都入了局了 白老头只听到 猛而恶高头了 书正座的老狗 都愿意搞这一行 他愿意啊 啊 那就是要做的了 白家老头只背着手 他都验原来 那不做不是傻的吗 有一句话而已 习南区最有文化抵运的家族 也都彻底入局了 一场声风血雨的斗争 也都静悄悄来到了 在余家 余明远拿着电话 小小声地说了 刚才聊过 但是我感觉件事差不多 你们开始准备了 这集就先说到这里了 看来 桑邦几家要开始 插手走私生意了 那又顺不顺利呢 我们下集再说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盟面俠 鬼池播讲的 热血科幻 末世都市小说 风起龙城 第三十四章 初期团队 第二日的一组 在明远贸易公司里面 大白拆眉鼠眼地 素着工作区里面的 各种年轻美女 小小声地对苏天鱼说了 喂兄弟 哇 你这个工作环境 真是不错 我就这么放眼一看 全部都是两百台的质量 苏天鱼转转头就省它了 喂 你别像只泰迪虹那样 稳重点 哇 前台那两件 真是不错 大白的人生爱好 比较简单 喜欢看书 打相应好的 喜欢女人 苏天鱼将大白带到办公室的门口 小声吩咐走一句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先去跟领导打个招呼 好啊 你先去吧 大白扭了下头 跟着就坐在门口旁边的空位 苏天鱼拥门走进了余明远的办公室 早晨 波士 多早啊 在室外呢 大白看着正在化妆的女秘书 衣衙帮衫就问一句了 喂 妹妹仔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呢 我看你好似有点硬熟 你是 女秘书有点疑惑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你再想想 大白扭着二郎腿 扮熟的就聊妹妹仔聊天了 在办公室里面 苏天鱼坐在灯上 小声说 远哥 昨晚我回去跟二叔商量了一下 他对这件事也很有兴趣 那挺好啊 余明远喝了一口茶 那我们一起试一下吧 我二叔意思是 我们先跟公司做一下 看看这一行好不好上手 如果比较顺利的话 后座他也会想办法 托展一下散货的渠道 你看这件事 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开始做啊 嗯 那些货随时都来到的 如果没问题的话 你们搞些人手 我们先做两单来看看 苏天鱼一口答应了 行啊 那我先做单先吧 好 那你这样吧 我下午叫Linda出去采购一下 帮你们搞些设备 回头那些货就来到的时候 你们就先接一单 第一次 就你们苏家才出人呢 苏天鱼挫了一对手 特意就向余明远身边坐了一下 诶 袁哥 还有一件事啊 你说啊 这样的 白家的白宏伯和我关系不错的 他们都想进来啊 你看下 可不可以留个位置给他们啊 苏明远就扭了一下 眉头轻轻皱住了 这件事都还没做呢 现在如果人太多的话 会不会比较麻烦啊 刚开始搞 规模不会太大的而已 多一家进来 那些利润就可能会被瘫薄的了 白家的背后有潮州会的 他们如果进来 后续对于铺货销售方面 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而且呢 大白和我关系确实不错的 当初啊 在福满楼那时 他还帮我捱了两刀呢 余明远就想了一会儿 白家 现在是白横白主事吗 苏天鱼项头了 是啊 他爸爸从里面出出来之后 身体一直不好 现在基本不管公司的生意的了 都是他带着白家的人在这儿做的嘛 以后基本上可以接班的了 余明远没出到声 苏天鱼又补了一句了 但是白这个人很实在的 也都很性情中仁 他爸爸出出来之后 他都想着跟白父去谈一下的 但是一直就没见面的机会而已 刚好趁着这件事 也都等他过来拜下码头 托一下大脚啊 余明远转头看上苏天鱼了 哼 你个臭小子说话好像唱歌一样 这么好听的 我音乐天赋一直都不错的 你把人带来了吗 是啊 就在外面而已 不行了 你叫他进来谈谈吧 苏天鱼听到 马上就笑着站起来 南部走出办公室了 一额高头 见到白宏伯和Linda 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谈化妆品 喂 不要谈了 你来干什么的 你不知道的 你真是要立即 反应了 大脚笑着站起来 对着Linda就说了 嘿嘿 回来再谈一下 妹妹仔 两个人就一起入屋了 苏天鱼拉着大脚 向着余明远介绍 袁哥 这个是我的好兄弟 白宏伯 余明远 颅头招呼了一声 快点坐 快点坐 就这样 大脚坐下 也都和余明远 深入交流了起身 其实余明远 这次没有叫白家 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 潮州会的背景 也都很复杂 而白家是属于这个圈子 所以余家最初 对于拉拢他们的兴趣 就不大 第二 余家目前要做的这个生意 还未完全开始 也都没必要拉拢 这么多人来入伙 因为也都用不到这么多人 而且还会贪薄利益 不过 余家有苏天宇在搭桥 而且大白自己 也都愿意过来拜下码头 余明远 也就没将人向外面拄 所以 这个生意的初期团队 就暂时形成了 余家负责入伙 以及货落地之后的初期销售 而海景堂柏青 负责地面的关系 而苏白孔三家 就是充当酒地 货物储存 以及散货和送货 那些事就谈好了 初步运营就提上日程了 苏天宇和大白走了之后 余明远就命令Linda 开始采购一些必要的设备 在明远公司楼下部汽车里 大白衣开口看着苏天宇 兄弟 这件事 这件事真是多得你了 那我们就不用多谢了 请回一些实际的 行不行 你和我交心 我和你交命 实际的 说吧 你想擒谁 苏天宇滴汗 喂 你可不可以稍微文明一点 我这些叫反破归珍 不会炸炸炸炸 大白摊着了部车 说吧 你想做什么 你可不可以借些钱给我 啊 如今有个姑娘仔 部车因为我被人打了 之前我答应和他修改 但是一直都没有空 哎呀 那一拖都快两个月了 你借些钱给我 让我帮他修改部车先 你 你没钱吗 你不是总经理助理吗 哎呀 我上班都没多一个月了 大哥 苏天宇就确实没什么钱 他虽然在校期间 参加过一区的独立运动 也都开到一部分的军费补贴 但是那部分钱 苏天宇都借了给战友了 回到龙城之后 平时的洗费 他也都不好意思 和二叔家要 所以最近的袋里面 的确也都空了了 哦 那几钱啊 三千多元 哦 那我袋里面的还够 走吧 我跟你一起去 大白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多谢了 我出粮还给你 不用了 就当你帮我办件事 我请你 哇 这么大方啊 钱算六七吗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大白这一句 倒是真的有点像文化人 走吧 五分钟之后 在龙城民族大学的校门口 三位青春美少女 正是一拍地走着 一会儿电话 零声响起身了 中间那位美女 按通了手机 喂 你好 喂 安七七是吧 你得不得闲啊 我们解决一下 这部车的事 哦 是你啊 咦 喂 狗鹿仔要去帮大眼美女 弄车了 那这个妹妹仔 又有没有那么好相遇呢 不要走开 继续收听下一集 欢迎你继续收听 由南越蒙面俠 鬼池播讲的 热血科幻末世都市小说 奉起龙城 第三十五章 初初见你 安七七那部汽车 就是纯平行进口的 在龙城 根本就没有对应的品牌店面 维收也只能够去找其他的收车厂 幸好大白这个人 朋友圈比较广 什么人都知道的 所以他就帮苏天宇 安七七 找了一家同类型的汽车服务中心 在龙口区 普通汽车服务中心的门口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安七七部车 而大白和苏天宇 站在阴梁位 看着没多远处 滋滋渣渣在谈谈的 余家三姐妹 这两个人就细细细地平头品足了 这三个妹妹真是爽了 看到我扯了旗 你知道他三个是什么关系吗 好像有两个是余明远的妹 那个安七七是他们的表亲 花样年华 青春靓丽 每一寸肌肤都是晶瑩剔透的胶原蛋白 他有爽度 你哪里来这么多形容词的 苏天宇真是顶不住 走吧 过去跟他们聊一下 就这样动在这里 多没意思 大白有点按不住 招呼了一声 我在这儿跟天南发短信 吼 跟他发什么 服你了 大白扔下一句 立刻就鸡甲脚 向安七七那边走过去 妹妹在这儿聊什么 安七七三个人一轮转头 其中一个生着娃娃面的姑娘仔 顺嘴就认了 干什么呀叔叔 哎呀 怎么称呼的 叫哥哥 那个娃娃面的姑娘仔 移了我的嘴 大叔呀 你起码三十五岁了吗 快大过我 成半了 叫哥哥 不是那么合适吧 妹妹仔呀 你真是看走眼了你 我才二十五岁而已 大白一看个姑娘仔 肯认他 立刻就兴起床了 哇 天口这么兴 我们别在这儿蹲着了 走吧 我请你们去喝东西 他们看车都还要看一阵 算了 等一会儿 我们给完钱就回去的了 晚上都还有货 安七七就觉得 大白就不像什么好着 随即就软转地拒绝了客 大白这个人 最牛屎的地方就在于 他跟谁都可以硬硬谈起身 而且又不怕尴尬 人家谈化妆品 他就可以跟你谈生理期 人家说海水是咸的 他可以说 我昨天刚刚才喝了两口 总之在找话题这个方面 这个人绝对是个人才 在入口的音量位 苏天宇握着电话 也都在频繁地看着美女 工作人员突然叫了他 兄弟 那台车我看完了 苏天宇转回头 几钱 三千左右 工作人员指着车尾 这里要喷漆 风挡也要换 我朋友问了一区的4S店 也不用那么多钱 你一区整肯定便宜了 但是你这些油漆 那些风挡什么都要游击过来 我们再搞 那成本肯定高一些 要不是用其他厂的 那就可以便宜一些 算了 你们还是用原厂的 苏天宇一边港 一边都行到汽车旁边 顺手就拿起个点 蹲低身坐了下去 看了一下车辆的破损部位 那费用我不跟你说了 但是你喷漆的时候 要把底盘护板锤下来 然后将后保险钢拆下来 将那些垃圾都喷均匀一些 还有这个叶子板 你不可以在里面 和我硬硬拱出来的 这样整会不平的 工作人员有点猛的 看着苏天宇 心想 这一魂还撞到个行家 苏天宇 其实对汽车 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因为 他是在基层部队蹲过的 野外维护机械化军备 就是很平常的事 虽然就说不上有多精通 但是 起码就不会被人愣化了 工作人员和苏天宇 大概就谈了三四分钟 那才小小声说 哦 行了 那十日之后来拿车吧 麻烦你啊 师父 苏天宇拍了身上 吓到灰尘 顺手就塞了给对方一盒烟 好好地帮我收拾你 哈哈 行了 而旁边 大白安七七等人就走过来了 喂 你干嘛还捐到车底呢 我帮忙看看而已 苏天宇转转转 对着安七七就说了 啊 价钱都谈完了 十日之后拿车 好啊 安七七站在阳光下面 抬着千世的手臂 用只手仔遮着阳光 眨着大眼 掃了两眼苏天宇 跟着就笑着说了 辛苦了 原先呢 安七七因为新车被人打的事 还挺生气的 但是见到苏天宇在那儿 望前望后 还亲自躺在车底 跟工作人员去交流 表现得也算挺上心的 所以她的气也就烧完了 不用客气 这次麻烦你而已 这辆车整好 你不要跟你大哥告了 对啊 你在我哥哥那儿做事 对不对 对啊 我在他公司 哦 那我转头在他面前 表现一下你 安七七顺口认了一句 一转头 见到在里面 销售墙上掛着的 粉红汽车车衣膜 即时就说了一句 哇 这个车膜 真是很漂亮啊 多少钱啊 哦 你这辆车贴完 要八九几水啊 金龟的 这个是最好的笼膜来的 那些小石子挤上去 都没有划痕的 工作人员 立刻就开始销起身了 安七七 看着那些车衣 稍微犹豫了一下 嗯 算了 最近真是窮到孔了 迟点再说了 苏天宇顺口 对着工作人员 问了一句 那五百行不行啊 五百也不行啊 哎呀 在你这里做了这么多事 你便宜点嘛 工作人员转了下头 哎呀 那最低都要六百几啊 那不行啊 那就再贴上车衣它吧 一起迈达 苏天宇好大方啊 喂 不行啊 安七七 立刻就拦了下 你弄好那辆车就行了啊 拖了你就来两个月了 我也很不好意思的 就当我补偿回那些利息吧 苏天宇一转头 对着大伯就说了 哎 交钱啊 兄弟 大伯就反了白眼 小小的闷尘了 天哪 拿我的钱来办事啊 说话是这么说 但是大伯呢 还是跟工作人员 走进屋里面去交钱啊 安七七就拦了两下 见到苏天宇还在那儿坚持 于是也就没有继续推了 那好吧 那就为你红的钱 不用你赔了 下次我想你吃饭啊 啊 烛光晚餐啊 安七七愕了下 吊着个嘴仔就答了 你的轿 生不生硬点啊 两个人正在那儿聊闲天 苏天宇的手机就响了起身 他立刻走到旁边 按通了 喂 Linda的声音就再次响起身了 快艇和层楼我都租完的了 你过一过来啊 哦 哦 哦 苏天宇吸了电话 另转身对着安七七说了 呃 我们就有点事 先走啦 那部车就放在那儿了 稍后你来拿就行了 哦 哦 好吧 安七七扔了下头 而大伯交完钱 从店面里面走回出来 原先呢 他是想着和三个美女 一起去喝一杯冷饮的 但是却被苏天宇 硬硬就叫走了 他扮正经事 在回学校的路上 娃娃面的姑娘仔 对着安七七就问了 咦 那个就是要挑你雨线的那个人啊 我看他都挺帅的啊 安七七随口认了一句 OK啦 没什么感觉啊 喂 娃娃 你刚才是不是留了那个白鸣白的电话啊 啊 是啊 他说呢 他是学导演的 可以帮我介绍实习单位 话口没完而已 娃娃的手机就响了起身了 他拿到眼前一看 只见大白发来了一条短讯 内容非常之简单而已 是一个正确到豪渺的日期 娃娃就即时被勾起兴趣了 覆了对方一条 什么意思啊 啊 没什么 这个是我跟你相遇的时间啊 娃娃看着手机就大笑了 我真是想吐啊 什么鬼是相遇的日子啊 这个大叔都挺有趣的啊 到了艾曼 三台商货挂车 停了在习南区 某一条乡间小路上面 Linda小小声对着苏天玉就说了 里面呢 是三艘快艇 我来载货的 我在前面没远的地方 还租了一栋楼三层的 我来平时做事的 苏天玉扭了头 行了 我知道了 余总他说 入货走货的事由你负责 行了 我试试 余明远做事那段 而且有张法 团队形成 一切准备都结束之后 他就联系了供货箱了 一个星期之后 第一批货来了 夜晚八点多 众人在苏家垃圾场集合 准备开工 一个惊险刺激的夜晚 慢慢地拉开了围幕 好了 下一集就要开始说 苏天玉他们的第一单 走私生意了 刺激啊 不要走开啊 欢迎继续收听